百刀之胆刀 习刀上猛的习俗已历千年 古时四族短兵相接 以用刀者为多 无起刀来刀锋呼呼 寒光逼人 指纹刀锋 不锋人影 勇猛威武 雄剑有力 这种猛虎般的风格是由刀的构造和练法决定的 单刀由刀尖 刀身 刀刃 刀背 护手 刀靶等组成 刀尖刀刃为最锋利的部位 主攻背宽后兼顾 主防 得晕 百刃之君 剑 剑属双论短兵 素有百刃之君之美称 剑的最早出现在殷商以前 春秋战国时 斗剑配剑之风盛行 剑术量论也相应得到发展 随唐时剑行十分精致华丽 给后世影响很大 固有鼻剑之称 宋代以后 击剑之风逐剑为剑武所代替 剑在古代除了作为格杀的兵器 锻炼武艺的器械外 还有多种用途 得晕 百兵之王 枪 枪在古代称作矛 为刺兵器 杀伤力很大 其长而锋利 使用灵变 取剑之法 精微独到 其他兵器难于匹敌 枪法流传较多 各有经验 各有所长 但基本枪速技法 还是比较一致的 主要枪法以 蓝拿扎为主 此外还有 点 崩 挑 拨 蚕 五花等法 得晕 百兵之手 棍 我国北方多称棍为 棒或白棒 方则称棍 而古代多称棍为 挺 名称 随意 实为一物 棍为无论和兵器 术有百兵之手之称 近百年来 各武术派别创作不同类型的棍树套路很多 树木难以确切统计 但各派虽各有意统 但练起来都离不开 批 崩 缠 烙 点 波 蓝 风 撩 扫 等棍法 得晕 十八般兵器 插与非插 插是古代作战时长次武器之一 属十八般兵器之列 插最先本是一种生产工具 巨古籍记载 远古人们打猎捕鱼 大多用插 水虎中谢真谢宝 打虎时用的就是钢插 明代的兵书 五倍字中还记载着一种马插 上可插人 下可插马 插案形状可分为 牛角插 三须插 三角插 龙须插等 得晕 十八般兵器 浮与月 浮与月是罕见的兵器 浮月在古时候是不分的 长柄巨斧名为月 也叫大斧 长达2.66米 古今柱仔 金斧黄月也 铁斧玄月也 三代通以断斩 但由于使用方法的不同 斧和月还是有所区别的 凡在斧背上有钩 或斧上有枪刺者 即为月 得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